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学同学,你对加拿大的货币有没有认识啊? 我妈妈给钱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只是接触过20元的货币而已 在加拿大,除了20元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货币 让我可sir跟你逐一介绍一下吧 好啊 可sir,那一部等那三个型的东西是什么? 小学同学,你是不是卡? 那个摆明就是四方形,跟你老母一样,是提款机 竟然和我妈妈一样? 没错,只要把提款机放入提款机,货币就会应运而生 这么神奇? 咦,有了 子愿同学,我现在和你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货币有多少种 1,2,3,哇,这里成千元来啊 碎了啦,平时这些钱我都是当省纸用的 哦,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每一张银纸的由来啊? 子愿同学,咖啡色这一张就是加拿大第九任总理sir Robert Labardon 看她的样子,多么老实你就知道了 红色这一张就是加拿大第十一任,第十三任和第十五任的总理 哇,她做了三任的总理啊? 是啊,可能有空吧 她的名字叫做William Lord Mackenzie King 20元那张,你最相熟吧 看这个女生的样子很面善啊 很面善啊 是的,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仕头婆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是啊,五元这一张就是加拿大第八位总理和首位法裔的总理 Winfield Laurier 法裔都可以做到加拿大总理啊? 没错了,说回十元这一张 十元这一张本身就是John A. McDonnell的加拿大首位总理 图中这一张十元纸,打直的呢? 是否很特别呢?子愿同学 是啊,那纸上又是谁呢? 这个黑人女人呢,其实是第一位黑人女性成为银子的跳帐家 她的名字叫做Viola Desmond 是一个很著名的女权分子 所以她是很出名的 哦,我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可sir 是啊,以后花钱的时候就要留意这些货币啦 咦,为什么要按一千元那么多呢? 哦,因为有两条茂理呢 她说要开一个YouTube channel 叫做The Big Van 那要够一千个subscriber才会出片 我就打算支持她们 就货金一千元给她们玩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 各位同学,今天要介绍的加拿大货币 就在这里啦 以后花钱的时候就要留意啦 在这里? 那这是什么? 我来的 The Big Van 快点subscribe啦 快点subscribe啦 快点subscribe走啦 快点subscribe走啦 哦 哦 感谢大家